这两周的韩国演艺圈热闹非凡 粉丝们尚未消化刚爆出的几对明星CP 24日凌晨金赛伦的一张照片即可又炸开了锅 消失在影视圈许久的金赛伦 突然通过IG STLY公开了 一张自己与金秀贤脸贴脸的亲密照 虽然仅公开了三分钟就火速删除 但他删帖的速度根本比不上网友截图传播的速度 顺时间这张照片铺天盖地被转发在了个大论坛上 无数网友猜测他俩是在谈恋爱 金秀贤所属经纪公司在同天上午紧急回应 称双金并非谈恋爱 网上谣言毫无事实根据 他们也并不清楚金塞此举伦的意图 划清了与对方的界限 而之所以粉丝们反应这么大 解音金秀贤主演的《泪之女王》正在热播中 不少观众正沉浸在他和金志愿的爱情里 更巧的是贴脸照公开前剧情刚刚播出 显有金秀贤是和海人金志愿 是冰式前嫌机吻确认爱意 金赛伦的照片 无疑于是在敲碎显有海人CP粉的梦 生气的网友观众们涌入金赛伦的IG宣泄愤怒 留言道能不能播完再来饭嫂子饮 大晚上气得睡不着 你是疯了吗 偏偏在这种时候 你可以谈恋爱但别在这时公开啊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入戏 这是我最近唯一的乐趣 却被你打破了 金志愿要借这部剧往更高一层走 你是太嫉妒他了吗 等 无疑不是在指责他 并且质疑他突然公开与金秀贤的旧照 使领友所图 不过当舆论发酵 整整24小时后 金赛伦3月25日也透过媒体表示 现在正在整理立场 整理之后会再进行传达 受到外界高度关注 让网友们原本放下的心又再次被提起 而一位与金赛伦亲近的熟人 接受韩媒采访时透露 金赛伦现在心里很累 好像有说不出的复杂故事 据我所知 他正在考虑应该表明什么样的立场 这位熟人表示 自己与金赛伦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 他不仅会和自己分享心里的想法 连选择影视作品和形象转变的各种细节 也会一起商量 其实早前金赛伦和金秀贤 就曾爆出过一次绯闻 金赛伦2000年出生 金秀贤1988年生 比他大了12岁 而金赛伦也曾在采访中公开透露过 想和金秀贤合作一次 他俩也曾是同一家经纪公司的师兄妹 不过当初金赛伦后期 因酒驾逃逸等一系列丑闻 未能续约 没有公司的外在约束 看现在的情况 似乎不会像前几日挥历那样 被迫道歉草草结束 作为三金出道起点最高的天才型演技型演员 2022年酒驾撞变电箱 是周边商店因停电蒙收损失 导致形象全毁 演艺事业也停败彻底查无此人 酒驾事件后 金赛伦形象受损 并失去了许多新剧的拍摄机会 出庭时 他苦诉生活陷入困境 是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 法院见他出饭 加上态度良好 罚款含币2000万元 约台币47万 当时他的律师还表示 金赛伦已付出巨额损失赔偿金 并负担加计 经济困难要求从轻处理 并且当时金赛伦在IG限动更新 在咖啡店打工的照片 却被该咖啡店老板踢爆 从来没有这位员工 网友怀疑金赛伦故意卖惨博同情 但有趣的是 金赛伦开庭时苦穷靠打工卫生 却聘请6名顶尖律师 遭网友嘲讽骗子 为了证明自己生活困苦 他在IG分享多张咖啡店打工照 不过因披头散发 再度被网友炮轰不注重卫生 支烟太作作 和这次与金秀贤亲密照如出一辙的事 事情刚得到热议该县东已不在 消息传开后 改家知名咖啡店业者跳出来回应 重申金赛伦并没有在我们的店里打工过 他有几位朋友在金积岛的其他分店工作 不过他本人并非全过任何一家分店的工读生 而且他的朋友也离职了 所以无法确定这些照片是怎么拍的 我们正在弄清楚具体细节 直接打脸金赛伦的所言所为 事实上 金赛伦同年时因与袁冰主演电影大叔爆红 随后作品也一步接一步 欲贫穷几乎挂不上边 他9岁出道 10岁主演的电影获得年度票房冠军火边亚洲 14岁时已经第二次带着作品去了嘎那 宝览三大奖最佳新人提名 成为中午录冉冉生起的巨星 即便是从天降紫卫星到背进法治咖 一手好牌打成这样 也不会糟糕到他卖惨的程度 过去曾在电视节目公开日常生活 和妹妹一起住当时估价约23亿韩元的公寓 车子也是5000万韩元左右的进口车 第二年优如首一辆两亿韩元的进口车 9架出世的车则是第三辆 约1亿韩元的进口车是十足的小富婆 当然我们没办法因为金赛伦以往口碑不好 就给他打上不好的标签 这次整理思绪寻找立场在解释的做法 还需要等他公开后才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毕竟几年前 韩网有个疯传的关于 定流和同兴女艺人恋爱的瓜 当时就有网友猜测这对CP 正是所属同个经纪公司的金秀贤和金赛伦 但是由于没啥失锤 后来这个瓜材不了了之 金赛伦在201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段发言 被翻了出来也引发网友热议 当时17岁的金赛伦被问道 有想合作的演员吗 他回答说 我想尝试浪漫戏剧从小到大 我总是说金秀贤是我想见到的演员 因为我很喜欢金秀贤 我认为在同一个项目中见面会很有趣 而金秀贤这边也被翻出 10年前的一段惊人发言 2013年5月金秀贤出席电影 因蜜而伟大的宣传活动 上关于多年后娶小女友的结婚计划 更是让人浮相联片 再加上了解金赛伦的话 他这段让人羡慕的年少成名经历 给金赛伦的人生的确也带来了不少伤疤 对金赛伦来说 童星出道得到的收益自然很多 但其中处了鲜花和掌声 还有不知来源的恶意 早在和元斌合作演出时 他就因为收到元斌送的笔记本礼物 被骂不知廉耻 狐狸精 而那时他才10岁 同学们也会以玩笑的方式 霸凌这个不常出现的同学 演员职业的工商也存在 成年演员尚且有入戏容易出戏难的苦恼 再看看这些年金赛伦都演了什么 被父亲遗弃 母亲吸毒 继父虐待 叔叔企图贩卖他 患心脏病 被绑架撕票 他在少女时期饰演的角色 几乎人均远生家庭背景凄惨 游走在社会边缘 挣扎在生死线上 难以想象他和母亲挑剧本时的心情 而在现实生活中 金赛伦的远生家庭也有难关 妈妈在21岁时生下了他 又陆续生下两个妹妹 父母离异后 妈妈一人抚养三个孩子 在可怕的压力下患上抑郁症 又过带着孩子一起自杀的冲动 是女儿金赛伦的哭喊声让他冷静下来 金赛伦演艺事业走上珍贵之后 妈妈借助他的名气 将两个小女儿也送进了演艺圈 金赛伦和两个妹妹 生活的色彩想必日渐丰富 但金赛伦内心的颜色却少有人知 成名趁早的代价 不仅是失去的童年 还有过早体验命运的曲折 与过于复杂的情感 当然也有很多童星丛天才 成长为颜值实力艰巨的好演员 一路顺风顺水 但金赛伦显然不是其中一个